其酥脆的外皮和香嫩的猪肉充满了满满的口感和味道 在家自己做炸猪排不仅价格实惠 还可以满足自己的口味喜好 并且可以加入爱心 做出最好滋味 材料猪肉里吉肉或猪肉排两块 面粉1 2杯 玉米粉1 2杯 盐1 2茶匙 胡椒粉1 4茶匙 淡一个牛奶1 2杯 面包糠一杯 油适量 不重 1.把里吉肉或猪肉排切成适当大小的块状 2.在一个碗中混合面粉 玉米粉 盐和胡椒粉 3.在另一个碗中打蛋 加入牛奶 搅拌均匀 4.把猪肉均匀地沾上面粉混合物 然后进入蛋液中 最后在面包糠中裹上一层薄薄的外皮 5.把炸锅放在火炉上 加热到约170摄氏度338度F的温度 6.把油倒入锅中 加热到约180摄氏度356度F的温度 把裹好面包糠的猪肉放入锅中 炸至金黄色和熟透 7.把猪排放在纸巾上去除多余的油分 8.最后你可以配搭自己喜欢的酱汁和蔬菜 来增加口感和营养 加点爱心 1.在猪排炸的同时 你可以准备一些蔬菜 例如番茄、萝卜、黄瓜等等 切成条状放在盘子中 2.当猪排炸好之后 把它们放在蔬菜上 再挤上一些自己喜欢的酱汁 如美乃滋、芥末酱等等 1.坚持 2.坚持